今天这要题是560 是子数组 然后和是等于k的子数组 那么是一道medium的题目 那给出的呢 是一个整数的数组 叫做names和一个整数k 需要返回的呢 是一个连续的子数组 然后这些连续的子数组 它们的和是等于k 然后问你总共有多少个 这样连续的子数组 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1,1,1,k等于2 然后结果是2 第二个例子是1,2,3,k等于3 结果也是2 那这个第一个2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首先这个子数组 前两个1合在一起 然后它们的和是2 然后得到的是2 然后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连续的子数组 就是从第二个1开始算 第二个1和第三个1 它们组成的一个子数组 也是连续的 然后同时 它的和也是2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 就是前两个数字 这个子数组 那1加2等于3 k就是3嘛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3自己 它本身也是一个子数组 只不过只有一个元素嘛 然后它的和也是3 所以就有两个 那么给出了一些限制条件 nams的话至少有一个元素 最多有2乘10的4次方个 对于每一个元素来讲的话 它是大于等于负1000 小1等于正1000 同时 k的话是大于等于负的10的7次方 小1等于10的正的7次方 嗯 ok 然后的话 其实这道题算起来啊 这道题算起来 我觉得比较像是 就比较像是昨天做的那个 532kdiff的这个pair 其实 也进而就很像是 to sum那道题目嘛 我觉得核心思想 就是做一个类似于prefix sum 就是从第一个数开始 然后一直记录着 我当前的核加到了多少 然后之后的话呢 我去减去这个k 然后来去看 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核出现 如果有 那就 诶 那就知道 我在这个 这一段里面的核 就一定是等于k的 否则的话我就继续 然后同时我要把我目前的 这个最新的核 它的出现的频率 添加到我的这个hash table里面去 然后来更新 我看见过的这样的一个prefix sum 那整体思路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你看这里 它的话 某一个元素 是大约等于10的负 负的10的三次方和 正的10的三次方之间的 而k 然后相对应的 就是10的七次方 乘以10的七次方 那同时 它的长度最多也是 10的四次方 就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 它会不会有到overflow 或者underflow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算一下 大概算一下 如果说是最大的sum的话 最大最大情况下能到哪 是不是 某一个元素 它最多是10的三次方这么多 那乘以 它有多少个元素 是2乘以10的四次方 那也就是说 它有2乘以 10的3加4等于7 2乘以10的七次方 也就是说最大的核 是2乘以10的七次方 那么最小的核呢 是 其实最小的核就是 负的10的 三次方 然后再乘以2乘以10的四次方 那最终就是 应该是负2乘以10的七次方 所以看起来都在32位的 有符号的整形范围之内 然后同样k 那如果我要加减k的话呢 比方说我现在的核 我要减去k 我减去k的话 我按最大减最大好了 或者最大减最小好了 比方说我2乘以10的七次方 减去负的10的七次方 那也就是说 我最大的一个差值 能差到3乘以10的七次方 然后同理这边的话 最小的话 负2乘以10的七次方 减去10的七次方 负的3乘以10的七次方 这个极限值也都还是在 32位的有符号的整形之内的 所以不会出现underflow 或者overflow的问题 那这个样子 我们就会比较放心了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这个 to sum的这个形式了 当然我们先做一个count 这个count就是 我们记录有多少 多少个这个continued subray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返回它 那我们还需要初始化一些 辅助的数据结构 其中一个呢 就应该是一个 key value都是整形的一个map 那我就管它叫map了 那这个hashmap里面 它的key是什么呢 key是某一个sum值 何谓sum值 就是这个sum是从0到某一个indexi 这样的一个位置的 就是应该是叫prefixsum吧 prefixsum 然后呢 对应的这个value 是 就是这个prefixsum出现的频率 那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 1 负1 1 负1 1 就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 比方说 第一个数开始我加 那它就是 和就是1嘛 那我1 就key就是1 那它出现了一次 所以value就是1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之前的和 再加上新看到的负1 那就和就变成了0 所以0是第一次出现 那key就是0 value第一次出现 所以它是1 出现了一次 那再接下来走的话 我又遇到了一个1 那0 之前的和 0再加上这个1 就是1 但 但是我们在这个map里面 之前已经有过 就是key作为1来讲 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所以 它要再出现一次的话 那 它对应的value就要被更新了 从1更新成2 所以就表示 这个 和是1的情况 我已经出现了两次 然后再同理 下一次我们遇到的是负1 那么 之前的和是1 减去这个 加上这个负1 那和等于0 同理 0之前也出现过一次 所以key 0 对应的value 要更新成2 然后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还需要做一个 什么初始化呢 我们需要初始化一个0 出现了一次 为什么 因为这里我们需要得到 就是我们需要初始化的一个是 如果我从 index0开始 加到某一位i 我恰巧是k呢 如果恰巧是k的话 那相当于是我用这个 当前这个和减去k 我得到的差值就是0 那为了保证这个逻辑能够通顺下去 我们要初始化一个 就是ok 默认我如果是0的话 我就有一个 所以这个样子在我是k的情况下 那就能够完美的说的通顺 然后初始化结束之后 我们来便利整个数组 哦 还需要一个初始化 就是prefix sum 这个prefix sum呢 我们先来加上这个num 同时呢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剩余的这个数我们要多少 那就是prefix sum 减去这个k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字 同理 呃 加上好了 那么这个count 实际上 实际上就应该是map get or default 我想要这个 这个差值 然后同时呢 如果没有的话 就加上0 然后我要更新这个 我要把 prefix sum 也加进去 也加进去 所以就是map put prefix sum 什么意思呢 就我先来看 我之前这个map里面 有没有遇到过 我的这个prefix sum 如果有遇到过 那遇到过几次 就是几次 如果没有的话 默认值就是0 然后同样 我这次遇到它了 所以我要在频率上面加1 然后最终 我要把它放回到这个map里面 所以外面套了一层put 然后这里的话 这个comp 其实写不写无所谓了 这个就表示的是说 我现在这个 对于我现在这个prefix sum 我想要生成一段 等于k长度的 不是k长度 k和 和为k的某一段的 这个continued subarray的话 我来看看它的差值 欧元是多少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默认值是频率是0嘛 所以就不会影响到我的结果 如果有的话 就直接添上去 那就好了 总体来讲 思路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其实有点想添上 我的这个 1-1 1-1的这个 那比方说 我就叫它1好了 看看会有多少个 应该是有三个 因为1 70化一次 然后又来一次 然后的话又来一次 一共应该是三次 看一下 ok 也可以 那 那么slens 至少为1 我们不用考虑空的情况 所以问题不大 那么 ok 我们来提交一下 我们来提交一下了 好 可以通过 那么 接下来分析一下它的时空复杂度 首先我们假设 nams的lens是n 那么关于它的时间复杂度 以及它的空间复杂度 会是怎样的呢 那么时间复杂度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新建了一个变量 初始化了一个map 然后又新建了一个整形变量 之后呢 比较占主导的就是在这里 是变力整个数组 从头到尾 那么在这当中 其实我会用到map的一些函数 get or default 然后以及put 那get和put的操作 在hashmap里面呢 其实都是OE的一个数量级 所以总体来讲 这个for loop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不好意思 它时间复杂度就是on 那最终我们返回这个结果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时间复杂度就是on 和k是没有关系 那么关于空间复杂度的话呢 其实这里 主要的辅助数据结构 就是这个map 那map会最差情况下 会怎么更新呢 就是这个nams啊 我们假设这个nams 都是正整数好了 出现的情况都是正整数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每一次新添加到的 这个prefix sum 都是一个不重复的值 它都是一个正整数 往上加往上加往上加 所以每次都是遇到一个新值 那这个样子的话 实际上我会扫n次 因为nams就是n嘛 我会扫n次 那就有n个prefix sum 对应就会有n个prefix sum 和它们出现频率都是1 这样的这个建置对 放在这个map里 所以最差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on 因为要存储每一个元素就能够对应出来一个新的prefix sum 然后它对应的频率就是1 那所以它的这个辅助的空间 我们最差会用到on这样的空间来去做 那这道题我觉得和之前的532以及在之前的这个第一题to sum 其实都是比较相近的一个思路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hashmap 来去做 然后 好的 这道题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